你也有点压力吗? 你也有点压力吗? 其实我也会稍微有点压力 因为我觉得李小南身上有一些小影子 会很像风老池的这些可爱的粉丝们 给你十万只换一个车步 我这真的怎么都逼你扭 没有 因为拍戏的时候 风风老池就 我手都汗都出来了 我没证明完全 没有 因为我叫大名叫李一充就觉得很怪 然后我叫李老师又觉得也怪 得意双心 然后 叫队长 叫队长 然后我就不太喜欢 你可以叫我哥哥 一般叫哥哥是帅就完了 然后就 没事吧 叫封老师 然后 你叫封封吗 封封 还是叫封封老师 顺口一点 你们东林轩还是改不了的 这样秋风可以吗 因为拍戏的时候 佛光老师 他就是 他特别有经验你知道吗 然后经常会给我指导 就说 小南啊 我觉得你这样子可能演不太好 你换一种方式也可能会更好 然后他在戏里面就经常教我要怎么演戏 然后我觉得 呃 还是还是很感谢他 然后 也感谢导演还有所有制作人员 请假 老师我今天身体不适 我要请个假 啊 什么 为什么身体不适 可能 可能要两三天吧 不是一个心心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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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